本君会亲自带兵去北荒 有谁愿随本君 去捉拿叛城离院 怎么 我一届这么多大好男儿 竟无人敢带兵去北荒吗 君上 臣等并非害怕打仗 只是 只是如今 是我一族昔日大皇子 在北荒叛乱 而且打到齐浩又是 为先义军报仇许恨 如果 如果我们就这样出兵 帮天族镇压的话 怕 怕会不得民心的 是啊 君上 当年老义军很受拥戴 后来因为义军被封印 义借多少部落要去报仇 都是让君上强行压下来了 那些部落怨恨大的想教人族 就直接退到长海不讲罪功 怨恨小的虽然不说什么 但心里也并不舒服 我们就这么出兵 那些部落指不定要怎么闹呢 够了 我知道那些部落 在背后一轮我太亲近天堂 忘了夫君的仇 可是他们怎么会明白 只有天下太平 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是啊 异族好斗 但是也会死亡 也会流血 本军一日为义军 就不想看见七万年前 那场死伤十几万人的战争 可是君上 此事不再有争论 本军今日就会点将出兵 臣等遵旨 军上离开大紫明宫了吗 嗨 回娘娘 半个时辰前就已经走了 下去吧 是 只要为本宫守住这个孩子 本宫绝不会忘了你的忠心 臣 臣实在是不敢做这种 欺君之事 还 还望娘娘恕罪 你一定要让本宫 生下这个孩子 娘娘 此乃是逆天 不可为呀 我在青秋时 就听说异界有一种药草 可以催生病儿 还有将病儿治好的法术 你侍奉了三代义军 不会不知道这个法术吧 这法术适有 只是过于危险 一届中凡是用过此法的 最后都因为逆天 遭了果报 娘娘 您一定要三思啊 本宫才不信什么因果报应 只相信自己 请娘娘 听臣一句劝告 这孩子就是生下来 也是个病儿 娘娘您又何必 执着于这一胎呢 住口 出去 是 我不把他生下来 我还会有机会吗 君尚连七万年前大婚那日 都不肯碰我 我是想尽了法子 才怀上这么一胎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唯一能挽留他的机会 如果这个孩子被拿走了 他就不会再理我 连内疚也不会 哪怕生下来 真的是个病儿 他也会可怜我 怜惜我 时不时地来看我一眼 也好过在别的女人那里 买醉 孩子 娘一定会把你生下来的 你来吧